一艘科考船联合空间站分析即将形成的热带漩涡 这是宇航员透过弦窗发现远处的不明飞行物 立刻将发现告诉身旁的同事 然而就当大家对此感到好奇时 神秘物体突然朝着他们靠近 瞬间整个空间站就被蓝色电磁所笼罩 下一秒科考船也丢失了空间站的信号 同时听筒内传来宇航员凄惨的求救声 太空中的光芒虽然远去 然而危机并未解除 一股电磁脉冲顺着雷达信号冲向了科考船 整个船舱顿时被电磁所占据 接着便入侵了科考船的电脑系统 尝试阻止的科研人员瞬间被弹飞 刺耳的电瓶声充斥着整个船舱 然而就在几天后飓风已然形成 海上作业的渔船遭遇了这场风暴 船体在滔天巨浪下不堪一击 随时都有被掀翻的危险 危机时刻 船长只好下令将渔船驶向封眼 希望在短暂的平静中渔船能够得到修理 结果船体的受损程度超出了预期 所剩的补给也只能维持两天 就当大家乱念巨灰时 劳拉在雷达上发现附近有一艘舰船 经过一番呼叫后却得不到任何回忆 无奈只好朝着信号方向寻找 很快他们便发现了这艘科考船 可诡异的是整个船体死一般沉寂 众人只好登船一探究竟 结果除了满地的狼藉 船舱没有发现半个人影 就连通讯装置都遭到了破坏 猜测他们可能遇到海盗的袭击 这时船长萌生出大胆的想法 只要将他拖回码头 所属船家将会支付他们不菲的报酬 其他人瞬间来的兴致 即刻去船舱寻找科考船的动力系统 结果发现所有面板都遭到人为的破坏 可二人对此并未多想 随即便把损坏的线路重组 动力系统也成功恢复 然而他们即将面对的危机也正式开始 所有的设备突然自主运转 仿佛重新获得生命一般 同时爆发出刺耳的电瓶声 但船长对此却毫不在意 这时摄像头突然自主旋转 成功将船长锁定 紧接着科考船的毛沟突然释放 刚好砸向船长的海星号 好在船员反应迅速成功滚壁 可随着海水的喷涌而出 受伤的船员也被拖向大海 见此情形凯特毫不犹豫跳了下去 虽然船员成功获救 可海星号还是沉向了大海 如今众人想要活下去 只能依靠这艘科考船了 然而一切的诡异事件才刚刚开始 荒废的科考船突然惯事不断 先是所有设备自主运作 制造出数个机械蜘蛛 正鬼鬼祟祟地拖着电缆移动 一旁的船员发现了诡异现象 谨慎地上前查看 然而当他扒着管道看向里面时 杂乱的线路瞬间活了过来 直接把他拖进了管道中 而在另一边 两名船员还在搜查船舱的下层 在这居然发现了各种型号的导弹 此不解释 突然出现一根汇动的电缆 同时发出奇怪的声响 吓得哈德果断抬枪射击 虽然成功将它消灭 可二人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生物 无奈只好继续探查 而此时衣物室的劳拉正为船员包扎伤口 几人正探讨着那些将要到手的用金该怎么花 这十衣柜中突然出现一个神秘人 手持短枪疯狂地朝着药品射击 好在凯特及时出手将它打翻在地 紧张地把神秘人从衣柜拉出 同时将他的面具摘下 发现他居然是科考船的女博士 不久后博士从昏迷中醒来 神情紧张地看着众人 嘴里不断重复着关闭电力系统 看着他神经兮兮的样子 船长认为他只是个疯子 博士听了果断跑了出去 拿起斧子决定自己去把电力破坏 劳拉认为事情有些蹊跷果断追了过来 在他的追问下博士只好说出事情 原来就在几天前 神秘电磁通过空间站进入了科考船 入侵了电脑同时学习人类知识 不断猎杀人类完成自我进化 直到博士将电源关闭 为之生命这才得以控制 如今重启的电力会让他们重生 与此同时 两名船员眼前出现诡异的音幕 无数造型怪异的设备在疯狂运转 似乎在打造着某种大型器械 好奇的二人上前查看 认为这些呆萌的机械只是普通的修理工 结果下一秒机器便打出钢钉 同时黑暗中出现的人也朝着他们疯狂攻击 吓得哈德二人一边反击一边朝着舱外撤离 接着便与队友联系请求支援 得知一切的凯特迅速拿起武器前去营救 结果刚与哈德二人会合 却发现舱门早已被机械焊死 此刻众人不得不相信博士所说的话 这时周围传来一股怪异的气息 原来攻击他们的神秘人再度出现 看着熟悉的身影以为是自己的队友 结果下一秒生物便发起攻击 在三人强大的火力下 很快就将神秘人击杀 接着便将它抬到驾驶室 这下把所有人都吓傻了 这分明是一只半人半机械的怪物 此刻所有人都看向了女博士 眼看事态严重 博士只好不再隐瞒 告诉众人外星物种 以人类无法理解的形态出现 可以通过计算机控制 一切与电能相关的设备 同时收集人类的尸体进化自己 将它们打造成半人半机械的生物 想要将它们消灭 除了切断电源没有其他办法 这时发现远处的风暴正朝着它们袭来 可驾驶是早已失去对船的控制 无奈众人只好前往机舱 结果此时劳拉发现 科考船正自动调整着方向 这时舱门突然传来巨大的敲击声 科考船突然出现半人半机械的生物 众人迅速朝着怪物疯狂射击 结果攻击对它丝毫不起作用 危机时刻众人躲进附近的舱室 立刻组装了一台无线电 准备发送信号寻求救援 可此时的舱门根本坚持不了多久 这时哈德想起用电脑尝试与怪物沟通 结果得到的回复让大家震惊不已 外星生命认为人类只是地球上的细菌 需要人类为它提供更多的配件 以此来帮助地球进化文明 突然舱门被改造过的船员撕裂 大家果断抬枪射击 虽然怪物被消灭 但危机并未解除 气愤的哈德直接一枪打穿舱门 众人决定前往主机室将船上的电脑破坏 可船长并未与大家离开 而是偷偷地与外星生物联系 表示自己可以把船停在任意港口 作为交换希望外星人帮助自己永生 而另一边众人来到了主机舱 却发现电脑早已被外星生物转移 结果刚要离开却发现舱门已被焊死 当众人尝试把它撬开时 被改造过的机械人再次追来 眼看普通的攻击丝毫不起作用 而另一边的舱门随时都会被攻破 无奈大家只好爬上通往甲板的梯子 此时外面狂风大作 为了逃命 众人只能选择前往高处的驾驶室 突然一阵巨浪袭来 劳拉瞬间被冲出甲板 眼看就要掉进海中 船员见状急忙上前救援 虽然劳拉得以活救 可不断侵袭的巨浪却将船员吞没 眼下不是悲伤的时候 他们需要尽快消灭这些机械人 这时发出的求救信号得到回应 凯特打算发出信号坐标 可劳拉选择不让他们靠近 因为生物可以在电子设备中传播 那样只会让它更加强大 这时博士提出将燃料舱引爆 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结果黑暗中的机械人再度出现 待到大家看清后 发现竟是叛逃的船长 此时他已经成为了半人半机械的怪物 任何攻击都不能伤其分毫 危机时刻博士劝着间隙 将旅热剂挂在船长身后 凯特看准时机直接把他推出舱门 可恶的船长还没等适应便已经结束了 接着三人便来到了燃料舱 劳拉火速打开输送燃料的阀门 接着凯特调整好引爆的时间 把他装在了输油管道上 接着通过对讲机联系哈德 可哈德却闭口不打 原来他已经猜测到一切行动 都在外星人的视线中 防止走漏风声 自己偷偷地在装备库改造着 果然一切正如预料那样 恐怖的机械人再次出现 直接一拳将凯特打晕了过去 而劳拉也被抓了起来 被怪物逼问着引爆器的位置 眼看劳拉命悬一线 危急时刻凯特与博士及时赶来 朝着怪物疯狂地射击 结果根本不起任何作用 好在哈德及时赶来 一发火箭炮成功将怪物轰翻 接着火速将劳拉救下 然而片刻之间怪物又站了起来 气愤地拉断钢架 瞬间就将凯特二人压在了废墟中 无奈博士他们只能忍痛逃离 接着换好救生衣寻求一线生机 结果机械怪物再次追了过来 安放的起爆器也在手中直接捏碎 缓缓地向二人逼近 眼看生存无望博士一把推开劳拉 趁着怪物不注意一枪射向脚下的甲王冠 选择与怪物同归于尽 这边凯特从废墟中醒了过来 可哈德伤势过重无法离开 临终前告诉凯特一定要去装备舱 接着凯特便找到了劳拉 带他找到了哈德不治好的导弹发射装置 这时烈火中的怪物死灰复燃 继续朝着他们追了过来 危机时刻凯特让劳拉独自离开 而自己选择将导弹启动 眼看怪物越来越近 劳拉还是一把抓住凯特 在怪物撕开钢板的下一刻 启动了发射装置 起飞的导弹成功带着二人逃离了轮船 随着越来越短的缆声 机械怪物也发现了哈德视线安装的炸板 刹那间所有隐性被弹起 随着一声巨响 爆炸的瞬间将成敦的燃料引燃 整个科考船顿时火光四起 外星物种被成功消灭 救援船也及时赶到 成功将凯特二人救起 本片上映于1999年 对于科幻概念的设定比较新颖 影片中出现很多下饭情节 喜欢这类的小伙伴还是值得一看